新聞小聲請帶大家來關心家紀七的消息 家紀七四名三協會理事長黃冰會和四眉國修校長給現場 今天上午帶領六名四眉國修四名三的海董拜會四長黃冰會 提前感謝曾家紀賣T恤 並且跟大家分享四名的價值觀 四長黃冰會表示 看到四名三為了協助浴室 在網路上發起義賣T恤華東 肯定協會的努力 希望協會可以再接再烈 持續提供浴室俗國人 竟有一個幸福 這次四名三協會理事長 和四名和四名和四名三合上 三合上五 除了六名四名和四名三海董 來到市長式 這次市長明飛看到小孩的笑容 贏了肯定六位海董的勇氣 市長明飛表示 四名三協會長期萬九 這些浴室修校長 還有重要的一九九五定位 讓很多百財在註冊 他贏下的人 可以到金屬選手的出口 萬求生命 奉在註冊 需要大家的共同努力 共同關懷 這一次我們真的很開心 記得去年一百年 在嘉義市生命線協會的年會 全國年會 很多最有愛心的志工 來到嘉義的時候 讓我們覺得很感動 滿滿的熱情 滿滿那一種 讓人家覺得很難忘的那一種鏡頭 這在在都是內心實際的顯現 那我在這裡呢 非常感謝生命線協會 有黃禮市長 跟所有的志工夥伴 大家的用心 我們看到孩子 他們自信心的表現 而且在每一個學校裡面 長期以來的關懷 我們希望讓所有的孩子 在這個地方快樂 歡喜地成長 而且找出他們自己的能量 好好的加油 你生命線協會的T恤是由社團 法人家的市生命線協會 合地名炒會 跟可樂王連民依賣 生命線協會 為協助留學家庭立東 由可樂王免費協助設計 寒冷T恤 就由隨手小孩鼓勵 孩子要穿隨手一樣 面對人心的大方大 人的科研 可以勇敢題目 讓自己競家建築 生命線協助民家的奇彩方 報道